好久不见啊大家 我大概距离上次更新已经过了 好多好多天了 这段时间一直没有更新 当然是因为我人在上海 隔离在家 门也出不了 今天这期视频呢是一个Vlog 主要就是讲我疫情在家里面 都干了些什么东西 这个我首先得声明一下 就是我视频里面讲的内容 只能够代表我自己一个人 并不能够代表其他困在上海的军民 因为我自己其实算是比较幸运的 自己也没有毛病 两个猫也非常健康 我就从上个月月底开始说起吧 三月底小区里面封过一个48小时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始隔离 还在享受外卖各种美食 放出来之后我就稍微买了点东西 所以我最不缺的就是饮用水 猫用的东西 一开始的时候上海不是说 土西这边从4月1号封到4月5号吗 那个时候我基本上也只做了 比5天再多几天的打算 基本上就是吃了一些泡面啊 褥动的东西啊 想这样就撑一撑就过去了对吧 然后就崩到了现在 中间有过了几天的时候 我就是发现东西特别不足 肉啊菜啊什么都没有 纸巾也快用完了特别惨 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跟我说他现在擦鼻涕 都已经只用水了 所以那段时间我就开始以物易物我 求助邻居能不能给我一点糖 给我一点盐啊什么的 非常感谢我一个朋友 他就看我说这个steam deck换不来可乐 然后他就发动了他非常高超的抢菜手艺 早上特别早起床 然后连刷一个小时 然后后来他就给我抢了一箱饮料和一箱可乐 我一下子就成为富翁了 我用这个可乐换到了五包纸巾 料酒还换了一小瓶油 应该可以撑好一阵子了 我一下子觉得我自己就是富可低谷 生活一下子不能说有了希望 至少是没有特别多的绝望 没有想到 我现在哦就是我身后这个 我现在睡的是沙发 哦我真的无语了 想起这个事情了 那天晚上我真的我本来就失眠 睡了真的都没有到一个小时 突然间被刘吱吱的尿滋醒了 这个猫他就在我床上就尿了 哇我都不知道他这么小一个猫 怎么可能怎么会尿出来那么多尿的 就是他干的好事 当时一下子惊醒以后 哇这个Sange掉的太疯狂了 一下子我就整个人抓狂了 差点病都要犯了 还好我冷静了下来 还原了一下犯罪现场 应该是我翻身的时候 腿就压在了他的身上 啪 被子撇了 床单也撇了 现在床垫就长这个样子 就上面还有他尿的痕迹 我现在就只能够天天睡沙发 我腰都要灌了 这个事情就提醒了我 就算我囤了再多的货 自以为准备的再充分 生活还是可以给我致命一击的 从一开始的缺乏物资 到有物资 但是床没了 现在到第三个阶段 当我们小区里面所有居民 都准备的差不多的时候 小区里面的阳性感染者就上去了 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紧张的团购之后 家里面囤了非常多吃的喝的 以前喜欢吃的那些饭馆 新鲜的料理离我远去了 我现在只能每天品尝我自己的手艺 实在是太难吃了 这个大概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吧 虽然我现在是不缺什么吃的喝的了 但是据我所知 其他人也不一定都是这样 因为我只有一个人要吃饭 街道发物资是按户来分配的 一家五口的 其实他们就很多东西都是不太够吃的 前段时间我给我朋友送了一箱 我多出来的菜和一点肉蛋什么的 他说他们小区因为人特别少 没有办法组织起来团购 只能够靠街道发的一些食物来生存 然后他家里面还有妈妈还有他 东西就不够吃了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吧 这段时间我在家里面憋了 已经有二十来天了 最近看了太多的韩剧了 25 20斤那个韩剧 哇 给我哭的 从明天开始我开始改看美剧了 在家里面待着虽然没有运动 但是瘦了 我自己这个确保 散值不要掉太快的一些方法 其实还是掉了啦 就比如说我现在每天都失眠 四五点钟就是要强迫自己睡觉 才可以睡着 完全不运动 不想工作 不太想玩单机游戏 不想自己玩 以前我晚上回家 不管几点钟 即使是凌晨两三点钟 还是会花个十几二十分钟时间 每天逗猫玩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亲子时间 但是疫情宅在家里面我就不想做这件事情 为了跟外面的世界保持沟通 保持联系 让我不要有下限的感觉 一般就会跟朋友们聊天啊 视频啊 晚上会跟同事们一起玩小地那 要不是这次疫情 我可能都不会想玩 我一边开着腾讯会议聊天 一边在那边嘟嘟嘟嘟嘟嘟 也不用动脑子 居家隔离之前 我在看这本书 如何管理十人以下小团队 因为我团队刚刚组起来嘛 当然我现在还是在招人的 就想说要不要学习一下 上面了解一下这个沟通的能力啊 有一些还挺搞笑的 说到这个团队 我们这个团队自从组建起来 由于疫情的关系 从来没有大家一起聚餐过 我没有想到刚招到人 直接就居家办公了 疫情期间也没有什么视频要剪 我的剪辑师现在 我希望他能够好好的 保证自己这个散值不要掉 这个月我给他的工作任务 就是从Switch 必玩的16大游戏里面 挑出一些比较好的 以及他感兴趣的游戏 通过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赶紧补课补起来 现在我来看看他什么进步了 他马里奥奥德赛 打到了沙漠的关卡 人卡在沙漠下面的洞里面 中间他偷摸的去玩了一下 马里奥网球 行吧行吧 显集师同学 闭关出来以后 我要考察你的游戏状况 看看你的游戏水平 有没有提升 不薪水让你玩游戏 你要好好加油知道不 解封遥遥无期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够再次见到大家 主要是想希望大家 就是理解一下 我现在这个现状 理解一下为什么20多天没有办法更新视频 但是有好消息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和庆祝的 比如说在封起来之前 我刚刚粉丝数达到了100万 100万粉丝的话 B站会颁发给我一个新的小金牌 以资鼓励 但是B站也被封了 所以这个小金牌 我是暂时很难拿到了 我不能没有啊 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 闲着也是闲着 自己做一个能吃的百万粉小金牌 我就用普通的炒锅 来做一个酱油炒饭 因为我平时不太是米饭 而且也不做饭 所以我家是没有电饭锅的 因为我家做的 那个奖牌表面还有一个小电视 然后上面有很多多弹幕 弹幕可能还原不了了 下面还会刻up主的名字 金色的嘛 我就用我珍藏的一根胡萝卜 它都有一点软掉了 就刻一下萝卜章 摆个盘 噔噔噔 这就完成了 还凝香那么回事的吧 等我放出来了 我一定好好做人 好好做视频 做一个非常正经的 100万粉的庆祝视频送给大家 视频的尾声 现在就是楼下已经叫说 我们集体购买的一些防疫物资 到了要让下去里面 就其实如果大家看到 我觉得我状态还好的话 不能够代表其他人也都还好 这个我必须要再三声明一下 即使是莱莱 她跟我说她已经又开始掉发了 坚持住撑住 不管怎么样就先活下来再说 希望这波早点过去 早点让上海这座城市 恢复生产 早点放出来 给大家做更好看的视频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你看又在叹气了 不能叹气 还在叹气 不行了 一会儿我领完东西 然后上来打几把小丁娜吧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